我可请你救救 请你救救啊 别好了 需要东西水啊 你都闭嘴 我给你救救啊 别好了 别做了 但是我就自杀 人家就在实力进行救救 你去表达吗 同时变 你们仨 同时变 其实我觉得创作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既是我在创作这支作品 结果我的作品也在影响着我自己 开心 那我觉得这个《长探》它这就是一个新的类型 也是第一个就是系列这么成功的 首先有这个概念的时候自然而是这个宇宙就大了 我觉得作为《塔人街探》系列 它成长的一个最关键的元素是 《塔人街》本身这个名字下面就代表着很长的一段历史 它代表着很多无限的可能性 1 2 3 全都非常有趣 谈恋和珍峰的掌握 我还是一直看着这个系列 你一直看着要继续繋い 是最好的 周围 c rolls 也不是只是打败 打热火槽 请问一下 当时拍《唐2》最后一场在机场的戏的时候 然后导演就说那个镜头非常重要 就是会延续到第三部 大家的层层加密 但也不在美国 如果这次《唐探3》也侥幸能成功 而且能被观众认可 我特别希望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从《唐探3》开始 我们会多一点拍其他侦探 比如这次网剧里面 我们有一个侦探就是林默 林默他就跟秦宫跟唐人 他们这些侦探是一样的 从第一集我就很喜欢 自己真的加入到这个世界 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蛮少见的手法在拍侦探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 最其实欣慰的就是 这个作品被大家接受过 就好像你看着一个孩子长大一样 为大家欢迎 然后为大家期待 就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 这什么牛逼人 你都没说他去火星了嘞 我这特别好的一件事 或者特别幸运 或者说是我作演的时候 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就是 一个角色能跟着自己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我在成长 斯诺其实可能也有他的成长 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地感觉到 心中其实慢慢地学会了 开放自己的世界 去和别人产生一种配合和默契 尤其是跟他的表旧唐仁 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完全就变成了 跟王宝翔没有关系的 不是王宝翔 就是唐仁的角色 你们俩刚刚有没有听到音乐 新疆老哥 有没有 大家这次看唐三会觉得大场面特别多 忘掉摄影机的存在 我们尽力地让观众沉浸式地觉得 相信就是这样 然后真实体验在那里面 我们拍摄在这几年的过程中 中国的发展 整体支撑着我们剧组 可以去做这么多 当时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 这种就是能配合 能给观众奉献出好的电影作品 这也是我们向观众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众